而南投的中寮乡平离溪上游呢 很多人就来细水了 但是这个溪流深达15公尺 大约有三层楼高 有一名男子为了就不小心掉入暗流的朋友小孩 结果自己反而抽筋溺死 而且这三天来已经有两个人在这里送命了 因为抽筋而溺水 男子紧急送上救护车 一路上救护员不断的施行急救 虽然十分钟左右就到达医院 但男子呼吸心跳停止 仍然不致死亡 民众已经有先帮他拖起来 可是头只有头露出水面而已 还在那边做CPR的急救 发生意外的地点就位在南投中寮乡的平临溪上游 最近因为天气炎热不少民众来玩水 但由于溪水深达三层楼经常传出意外 早上溺水事件更是这三天来的第二起意外 左右大概三天前 因为民众在那边吸水 有时候在玩跳水 结果不幸也是溺斃 这个水域算是蛮危险的 其实相公所有在一旁设立危险水域的警告牌 但不少民众失落无睹 警销经常劝说意外却接连发生 除了希望民众不要再到这边游玩外 天气热玩水可以消暑 但是一定要选择合乎安全的场所 才不会造成意外的发生 记者全家贵吴立安南投报道